Hello 大家早上 我叫Bangkok 今天試一試 斷控了 自動回航 我現在 嘗試一下 設定最重要 一定要選擇Ctrl CAMBERLA 我選擇CAMBERLA 這個點是最重要的 看到哪裏 這個點 中心點 這個是 井字形 我就不需要 用中心點就可以了 選了這個 一會兒你會看到 螢光幕中間有個十字 這個十字 就是你降落的位置 一定要鏡頭指導90度垂直 這個位置就是看到哪裏 它就是降落在哪裏 這個位置到你 找個位置去定位 由高空往下 這個是一個參考點來的 都準確的 基本上我進到這裏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的 我看回航高度 回航高度 一百九十幾米就可以了 看回你當時的空域 不要搞錯 接著我再設定 我那個降落點 這裏可以給你自定的 那這個就是你自己要小心點 因為這裏你暫時就不要動它了 我選擇遙控 那它就找回遙控的位置 就有一個空域 那如果一會兒我按自動回航也好 關了螢光幕 整個遙控關了 它等了十一秒之後沒有訊號 斷控它就會自動回航 現在我飛出外面 我要找一個距離 就是超過大概二十米以上 它才產生自動回航 大家要記住 近的不可以自動回航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你目視到 其實自動回航是沒有意思的 在二十米 超過二十米以外 那自動回航才會 會著重 OK 那這個就是大家要簡單 要清楚這一點 那高度一定 是當前的空域一定要自動回航 你高過所有東西 那我現在就是 一會兒你會看到我會 按那個自動回航 飛機就會馬上轉頭 180度轉回到我自己的飛行路線 我現在正在等 那我就還沒按 那你等一等 按了 那它自己就回航了 回對了 向目標方向先 那我指回來 那你見到的二十米高度 開始升起 一百九十九米 ARTH AUTO RETURN TO HOME 即RTH 那個回航參考點的高度 現在 我給它一個指令 是自動回航的 記住 這個就是了 它自動回航 那現在我還沒斷控 那一會兒 你會看到我就會把控 等下 讓我試一次給你看看 一定要確認得到 這一次 是沒有問題的 按了個 什麼 shortcut 不知道為什麼 按了出來 那個是 那個是什麼 TOP ONE 不要理會 現在指到我的回航高度 剛才我定義的 有點不差 我第二次設定 那你可以不設定 但因為我試一定要清楚 知道 我的回航的位置 一定要對 那我先試一次清楚 那現在呢 下來的時候 就可以 可以 你還是看到 有信號 那你還可以調 一會兒 你會看到我呢 就會教 會 會 飛回 那個 公園裡面 那個 那個 球場中間 知道這裡 很多人打球 這裡球場中間 我就定了在這裡 就由它自己降落 自行降落 可以來到這裡 那一會兒呢 那這個我就 試給大家看一下 那你當中的東西 那個含意 那個實質上的東西 不同的方法 那看著 那我現在看下去 基本上呢 就 我正在用CMode 那我就停了它 那基本上就 我試完了 那直接降落地下 那但是這次呢 就著控的 那我現在再設一次 那個 回航 那個 Return to Home 那個點 至於那個Home Point 那個點 那我現在設一次 那這裡可以被Drop 可以動的 可以放在哪個點都可以的 接著你按確形就可以了 H那個點 那你可以放在不同的位置 但是最好就要跟回 現在中間 黑色點 這個位置就是我 握遙控的位置 三角形那個 飛機藍色就是飛機的位置 Home Point 你可以放在哪裏都可以 這三樣東西 那OK 我定義了我的位置在這裡 OK 那就可以了 那現在我就 繼續 飛回上去 跟著飛出去 熄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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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看一下 做一個模擬式的團控 那它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這個東西就一定要 剛才所有的東西要試清楚 你回航不會有錯 Compass沒有錯 所有的迴航高度 你定得對 你不要關掉控制 你不要關掉控制 原來你什麼都還沒做好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Vutant to Home都沒有選過 選過 選了 是降落的 那裡面呢 就變了 就 產生問題 對了 那我現在就 飛出去海那邊 我飛去海那邊 那我會做一次關控的 那當中我就會把控制 再拿回一個信號 無言花師兄 那個信號的 再駁回那個NC1 那個遙控 他一定會看到 會做得到的 那我現在飛出去外面先 是不是 如果真的有什麼問題 剛剛遇到Vincit 那就小心一點 OK 那但是 我不怕他的 因為我都 訓練過 我就 都不怕這個問題 已經 但是大家 就要小心一點 那我先用S Mode 因為我看到小鳥 又想浪費一點點電 我想電不要太足 那我就會飛一陣 去小鳥這一邊 就 追一下 那用Sport Mode 浪費一下電 看到小鳥 那不要太低了 因為要怕弄傷它 那我就在上面 或者是太低 是危險的 因為它會撞到你 你會撞到的 你會撞到它不傷的 飛機仔 是不是 那就是小心一點 不要飛那麼低 那 現在告訴我 Battery Note 過低 那大家就要 差不多要小心一點 那我就 因為現在是吹東北 北風 那我就飛回去東面 那它是 它的速度 暫且就沒有什麼很大的影響 7點多米 那我現在就飛回去 那一會兒 那一會兒 那我去到那裡 那我就會關掉 控制器 讓大家知道 關掉控制器 其實它仍然都會回來 你看一下 那這樣 那這樣 那這樣大家可以看到 那這個呢 我就會飛回去 一個 是 差不多的位置 那我現在 看好裡面的setting 那這個呢 就要記住 Return to Home 那你不要 選了 喂 中間 或者是 中間呢 就是 design 就是一個呢 就是 降落了 或者是一個 就是Hover 那這個 你要看情況 選這個 但現在 在這個正常情況下 人手斷控 我就選了 自動迴航 不要選圓庭 又不要選降落 在這個 moment裡面 那 那 我只是模擬到這裡 那你說要選 是 停止 這個就要 小心點 或者是降落的 或者是 緣庭的 要小心點 因為可能不同狀態 裡面有不同的問題 現在我 關了控制器 那飛機 完全是 收不到訊號 那飛機 大概 我過 大概是30秒 或者是 一分鐘左右 我就會開著 遙控 讓大家看看 究竟飛機 現在的狀態 是甚麼 那高度 剛才適控的時候 大概是70多米的 高度 那 現在我就 等了大概是15秒 那 你不要說你適控 沒有了訊號 那 最好就不要適控 但我今次試給大家看 適控 給大家看一下 究竟是有甚麼情況 OK 那我大概知道 OK 那 現在我 我 有點心急 就開始 想想 究竟穿不穿 控制器 那飛機 剛才試過 在之前試過 你看到我的錄影 就開始 兩頭領下 就差不多了 看一看 飛機又看不到 那這樣的情況 你現在就要記緊 那我穿回去之後 之後 跟著他就一句話 答我 就叫我 連上這個遙控 和無人機 OK 按回 按回 OK 那飛機 已經 一直在升上去 是不是 他已經在做事的了 升了一百米 停了 差不多接近一分鐘 那他升到 高度裡 他現在自己回航 那我再 沒有問題 自己回航就可以了 那我試 我都要安全 是不是 那我再關了紅 我第二次關了紅 看看飛機 有沒有跟著 最後的 意思 Return to Home 那我關了他 那現在他應該 正常的 因為 關了他的 但是我 關了一下 那我試一試 那個遙控 可不可以 駁得回 駁得回的 他完全沒事的 這裡就可以的 那現在繼續 那飛機 現在正在飛來的 那這個大家 就一定要模擬聲 大家一定要適用 如果不是 呢 如果來到這裡 你是可以 你的 你人在這裡 那就是說 你第一個 那個 那個空洞 你可以 第二個折航點 即反航點 那但是那個點 就很明顯地 你要降落 那時候 一定要按 自動降落 是的 那你不按自動降落 那飛機一失聯之後 就要升起 繼續回來的 那你就越來越沒有電的 飛機 明明因為升又降 又升又降 是不是 是不是 要不就 估計對 直接扯回來 如果這樣 一定要 你是要指定的位置 裡面 看對的十字 就向下面降落 那就一定要小心點 那這個一定要看清楚 不是你到時候 你沒有十字 你可能 封了著樓 或者封了其他東西 你就產生 問題 比原先更大 行不行 這個問題 我跟著 我再鑽上空 那空 那空 已經 已經 已經降到 42 43 米 一路下來 那我 有第二部相機 拍著飛機 那一會兒 我會剪完這段片 下去 那就很清楚 現在降到 那因為你降下來 那時候 你自己要 目視看著它 有沒有撞到其他東西 如果有的話 就自動降下來 那 那你沒有辦法 因為如果你的空 真的斷了空 那來到這裡 那麼近 一定可以折到空 對不對 那來到這裡 我就由它降落 來到這裡 大概是一米左右 準備降落 Landing 那到這裡 就Hold住了 為什麼呢 他現在 就要去手動 確認它降落 來到這裡 就以它覺得安全 目視見到範圍以來 你是要等它 給它信息 OK 用手降落 在這裡 因為大家要很清楚 知道 那 就到這裡 OK 謝謝